我就想到那種,那你們旁邊有什麼樹啊 我通常人家在描述我會做一些聯想 就把我以前的某一個景象 做一些聯想,然後去感覺 那後來又講到,這個湖有點彎彎的 我就想不出這樣彎彎的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繞一圈 你就會覺得知道怎麼樣彎法了 原來就是說它是不規則的那種不規則的那種 不是圓的也不錯,圓的就這樣 有點長長的 那我腦筋裡面就沒有那個製料庫,是這樣子的 我就想,還想不出來 可以這樣想耶,我教你,這樣子 對對對,像一朵雲,扁扁的雲 沒有人家描述啊 他們講說不規則,不規則太多種啊 對,對不對,你們說不規則 就這樣,好美好美的風景 好美好美 他都知道耶 他知道,好理教了 你描,你那個湖長得怎麼樣 他現在講就是說,像那個 不是,那個湖像西湖 西湖,他也沒去過西湖 不是,我不是說西湖 我是在說,那個湖就是 有點像半月,但是他又不是半月 不是,不是 你看,他像天上的雲,雲製配很多變化 對,對 他不規則的 你把他講的 扁扁的 只是都邊緣,都有一朵 都有一朵一朵 對啊,所以我說他沒有畫在我手上 我真的還想不出來 哦 其實很多人描述喔 很多人描述 所以我就說一定,像蝦子摸 像那個,那個典故人家就在講 他摸,每個人摸,講出來都不一樣 每個人摸的地方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剛才那種是一個很好的 描述的方式 然後我再聽了描述 我回過頭來講,大概是不是這樣 其實中間是有漏差的 這跟明眼人在玩那個什麼傳話遊戲 傳到最後都變一掉了 所以我為什麼要請你去摸那個石頭 你剛剛摸的那個石頭 這個主意我覺得也非常好 如果常常出去我們都有這樣的練習 就是,描述的人呢 他會口語的表達會越來越好 不會只是說你看那邊就這樣子啊 哦 好美哦 對對對 剛剛看到鳥飛去 哦,大家都哦 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到底什麼顏色或是什麼 其實有時候還可以再形容那個人哦 他本身有的經驗 哦 那樣子來 那就會更 好像我們如果有看過雲 就知道說哦 雲有背影的話的規則啊 或什麼樣的 對,我們下次可以玩這樣的遊戲 就是說 拿一張畫 或者什麼 讓明眼人去說 這張畫是什麼樣子 可以訓練這個 說故事的能力 跟文字 用文字精準的能力 那他可以 可以 以後說不定這變成一個小說家 我們培養一個小說家 對啊 不然一般人講話都很簡潔 都假定你有在看 那這樣描述其實不完整 造成哦 人常常都會誤會 不是跟你講了嗎 那你怎麼還不知道 其實是因為描述了不夠完整 嗯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做這樣一個 啊 proposal 說哎怎麼樣 哈哈哈哈 一個活動 一個活動 我們現在聽到proposal很害怕 為什麼 還要提一個proposal 對啊 哇 我說可以這樣 玩這樣一個活動 這個很好啊 我覺得這個很好 你什麼都很好 就是讓那個明眼人跟 他應該能管那百川啊 對 對不對 就是 大家都可以獲利 這個 這個明眼人 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可以很 很清楚 對對對 OK 好 OK